下完雨的时候大家记住这两个事情一定要赶紧干 做完之后您家的垮盆里面才没有虫子的问题 也没有细菌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南方连续下了好多天的雨 每次下完雨 无论是大雨还是小雨 我都在家里做两个事情 事情上不仅两个是五个 但是有两个事情太关键了 所以我提醒大家 那些事情你可以其他事情可以不干 但是这个两个事情一定要把它干嘛 什么事情这么的关键呢 其实这两个事情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到了 这两个事情就是一个是杀菌 另外一个是杀虫子 为什么我们要处理这个两个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由于下完雨之后 两个花园里面包括土壤都非常的湿润 这么湿润的情况下 那个细菌得跑出来了 是不是 而且您家的小嫩液也在拼命的讲 毕竟下了那么多雨水 嫩液长一些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根系已经喝饱水了 所以会长嫩液是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杀菌 因为杀完菌才能保证后面的开花以及结果 另外一个就是虫子了 毕竟已经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了 那个虫子早就饿着肚子了 这么饿的情况下 天气放晴了 温度回升了 它自然会出来去找东西吃 而什么东西最好吃呢 就是您家的植物刚刚长出来的嫩液 所以啥也不干 先把细菌的问题 先把虫子的问题给搞定了 那么怎么去搞定这个细菌问题 跟虫子的问题呢 我在楼顶养花了六年了 这六年时间我经历过太多的台风 以及下雨的天气 我总结了一个事情 只要在下雨 下完雨之后 停封了之后 做这两个事情 把这两个事情做好之后 您家的植物会很长时间 里面的虫子问题没什么 细菌问题也没多少了 看看我家的瓜盆里面 整个瓜盆 每一个瓜盆上面都有一种黑色的灰 看到没有 黑色的灰 每一个瓜盆都有 包括这个百香果 里面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长得不好的苗子 您看 全部的这是葡萄 这是石榴 这也是石榴 这是茉莉花 上面是无瓜果 您看 包括现在已经挂完果的那个番石榴 里面也是傻了 这是什么 大壳炭 如果你在家里有草木灰 那更好 我只有倒壳炭 所以我就每个瓜盆里面都撒上一把倒壳炭 把倒壳炭或者草木灰撒在瓜盆里面 它不仅能抑制细菌的生长 同时也可能可以一定程度上 医治瓜盆里面有害虫子的滋生 因为瓜盆里面的味道太香了 你往瓜盆里面加了太多的腐质质了 什么椰康 砂土 还有各种的营养物质 这些东西太香了 引诱那些虫子到土里面去产卵 但是你撒上了这一圈倒壳炭之后 那个虫子就闻不到土壤的味道了 闻不到自然不愧在您家的土壤里面产卵 那它去哪里产卵 关我什么事 它去邻居或者其他地方产卵就可以了 反正不要到我的花盆里面产卵就可以了 我一般情况只要下雨 都会撒上这么一圈 即使平时不下雨 我是每十天半个月 我都会撒上一圈 因为倒壳炭本身里面含有大量的钾肥 尤其对于果树 或者开花的植物来说 都是非常好 有朋友问我 这个倒壳炭或者草木灰是不是碱性的 会不会烧伤我们的植物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蓝莓 是不是也是这样下的 看看这盆质子核 您看质子核里面 是不是 质子核是洗酸的植物 是不是 但是您看 它状态也是不错 也是没有影响 看看这棵 这个茶花马上准备开花了 再看看它的土壤里面 这里不仅有倒壳炭 还有一些草椒的鸡蛋壳 就是为了防虫 茶花也没有受到影响 是不是 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前几个月刚刚种下去的蓝莓 您看 它的土壤里面 也是撒上这串倒壳炭 也没有影响到它正常的生长 是不是 啥也不干 下完雨之后 直接把一层倒壳炭 换点产木灰 撒在花盆里面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二点 往花盆里面 往植物的叶片上面 喷一些小树打 在超市里面就有能卖 这一包才几块钱 有条件 再往里面加一点那个料素 料素加上小树打 喷到植物的叶片上 不仅可以刺激植物的叶子生长 才能起到非常好的 杀菌杀虫子的一个作用 输打加上料素 这个配方 在之前的视频 我已经跟大家去聊过 而我在家里 基本上每次下完雨之后 我都要喷一喷 如果天气没有放晴 没有太阳 我会往里面再适当的加一点葡萄糖 如果植物的叶片比较细的 我就往里面加点洗衣粉 就这样子 洗衣粉其实要几滴就可以了 喷完之后 所有的叶片会变得油亮 而且有光泽 最重要是喷完之后 您的花园里面 连个虫子的影子都看不到 还有就是连细菌的问题都看不到 虽然后面时间长了一点 比如十天半个月之后 有可能又会细菌虫子也会卷土重来 但是没问题 只要我们定时去喷 您家的植物只会愈长愈望 而小树打加上那个料素 本身都是有机的东西 小树打拿来做面包的 料素是有机的 那这个东西你多喷几次 没影响 唯一问题就是担心那个浓度的问题 那你只需要适当的把浓度降低一点 如果花园里面有成年的虫子 已经飞来飞去了 那你就往里面加点辣椒油 那么虫子都全部消失了 下完雨之后 记得及时的喷 你千万不要等了两三天三五天之后才喷 这样子就出问题了 好了今天都说到这里 我是佛山阿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